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余号 今天是6月1号,央行呢,又今天早上收到了消息 央行又提高了0.5%个点在央行利率上 现在呢,是今年的第三次加息 我们已经这个利率已经超过了3.75个点 对于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好,对于股票市场也好 对于私人借贷市场也好,都是又加了一层打击 0.5的加息其实已经是不少了 很多人觉得可能会加0.75 当然,央行也要慢慢来 可能9月份到11月份,这两个月当中呢,至少还有一次加息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对未来的一些猜测 首先,我看了一下6月份的这个走势图 我觉得8月份可能是 8月份可能是今年和去年持平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买房想下手的朋友们 如果抓不准,到底哪个月是最好的,或者说哪个时间点是最好的 看了我的视频之后,我的建议是8月份到今年年末,就是12月份 相对来说,应该算是最低的吧 算是最低的,或者说是我觉得买的最不亏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一来呢,目前的这个市场呢,还说实话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说跌到底 一个是很多卖家仍然坚持着高价挂着在卖 如果说未来一个月内呢,他们都卖不掉 他们可能或者说卖不到他们想要的价格 他们可能会下市,会不卖 现在的买家也是同样的,他们在等待 所以说也没有说特别多的这个成交价 或者成交的价格作为一个参考因素 大多数急的,反倒是大多数 早急的卖家都在降价去卖这个房子 这就导致了成交价呢,越来越低 我们从另外一个因素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成交量也比以前少很多 也比去年也好,比上个月也好,都在少 反过来看,inventory就会多很多 Months of inventory已经是比上个月,比上上个月都要多很多 inventory的增多呢,就说明了买家和卖家的市场 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平衡,一个balance 我们可以说二月份三月份的市场是一个非常的卖家市场 卖家有极大的权力 但是现在呢,相对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平衡的 也并没有说是一个买家的市场 但我觉得在多伦多目前这个市场状态呢 是几乎是永远不可能到一个买家市场 因为多伦多还是有大量的买家,大量的刚性需求在的 所以呢,买家市场可能是不存在 但多伦多会偏向于一个最后发展,偏向于一个平衡的市场 然后呢,我们再说第二点 今年的下跌会到什么程度 下跌的走势,下跌的这个 图,这个线,会多久,持续多久 我们用2017年的下跌 What's the scenario 来看 2017年的下跌是从 五月份开始的 当然今年呢,却和2017年 其实非常的相像 2017年,海外买家税出来之后 房价并没有完全的下跌 只是持续了几个月 然后是通过加息导致它的房价下跌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2017年是双管齐下 现在呢,没有这个 海外买家税了 因为海外买家税依然存在 通常是加息 但今年和2017年也有通货膨胀的区别 所以待会再说 加息,我们看最坏最坏 就是跟2017年一样 2017年房价几乎跌了20%到30% 跟最高点比的话 然后很多房子还卖不出去 卖得很低 2017年也是一样的 我从2017年的房屋军事走势来看的话 8月份是一个拐点 从4月份之后房价就是往下落 8月份是几乎是跌到最低最低 然后从8月份到12月份 几乎是以一个直线 一个直线往年末走的 但这个直线呢,持续了有多久 这个直线可以说持续了非常久 这个直线持续到2019年到2018年整个一年 然后又持续到2019年的上半年 到2019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往上回升 所以我们说呢 如果今年是重复着2017年的历史来看的话 同样的道理 8月份应该是一个最低点 从8月份之后呢 房价会陆陆续续的有 百分之二三左右的一个小增长 但是不会出现剧烈的增长 为什么? 因为当年是由于这个海外买家税和这个利率没有变化 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利率呢 从现在到明年可能还有两到三次的这个加息 所以呢,我觉得没有减息的情况下 房价应该趋于平衡或者说下跌 所以有买房打算的话 我觉得8月份我们可以始终观察到 但是我觉得8月份根据2017年的经验 8月份就是趋于最 就是今年8月份和去年8月份 价格差不多的一个点 打比方说今年8月份的均价是110万 去年8月份也是110万 接下来走会不会低于去年的均价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因为17年它的那个均价也在往下走的时候 有一部分也是低于16年的均价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整体的趋势 整体的均价就定在8月份这个样子 8月份到9月份的样子 再往下走巨大的这个下跌 我觉得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走势图 我今天看了几张 从4月份开始是直线的往下走 并不是说是一个就是还有有所反弹的感觉 是完全是直线往下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worst scenario17年的状态重演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12月份 8月份到12月份就是一个平衡点 然后一直跌到这个12月份的样子 然后一直跌到这个12月份的样子 之后就可以就是平衡的 如果是自住房买家的话 我觉得7、8月份可以看起来 然后8、9月份的话 如果贷款差不多 房价也差不多 我觉得是可以入手 因为8月份算是最低点 如果是投资性的买家呢 同样的道理也是这个时间可以入手 但是我建议投资性的买家 根据以往的经验不易超之过急 根据这个自己所承受的能力 当然自住房也一样 根据自己所承受的能力去买 诸售比算好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自己能不能有这个实力去够 毕竟无论市场好和坏 我们的建议都是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去赚现金牛去 市场好 我们可以顺利的把它抛掉 再去换别的房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市场不好 我们就要注意我们所承受的 这个承受能力 可不可以 我刚才说到 把现在的市场和2017年做比较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市场呢 包括现在这个情况呢 和2017年也有所不同的 第一个就是 今年 我觉得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 想录房市的人还是很多的 只是现在听到房市冷却这个消息 他们的 他们愿意等待时机再录市 我形容我 我形容现在的买家 就像丛林里的猎手一样 我们是猎人 我们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猎物 就是卖家 不像以前了 以前是没有办法寻找 合适的猎物的 人抓了一个就不错了 现在有很多磁币观测入场的人 但2017年 我感觉少很多磁币入场的人 这个就是我周边有很多朋友 之前说了做了refinance 然后去投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租金啊 比2017年也好 比去年也好 都涨了有很多很多 就拿现在的租金和去年的租金比 百分之三十的涨幅是有的 我觉得呢 租金上涨呢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房市肯定跌它会有一个限度 它不会跌特别多 如果说跌特别多租金也会跌 但这个租金这个东西呢它是下不去的 你看现在约克区的这个townhouse 已经能租到3000了 然后独立屋基本上就是3500左右 如果放到去年的话 townhouse大概就是2500左右 甚至放到新冠才开始的时候 townhouse可能才2200的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租金现在上涨呢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对于房地产下降到一个基底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基本上不会存在一个巨烈的 大巨烈的很下的跌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央行要不停的加息 其实也是针对这个通货膨胀来的 央行是希望呢 货币不要贬值得这么快 当然归根结底也是央行在两年前 把利率降的那么低来导致的 自己犯下的错 自己就要去弥补 这也是他们现在拼命加息的一个原因 因为加息呢 能让这个抑制通货膨胀 抑制这个inflation 就是货币贬值 同时 但是加息的坏数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房市和股市 都已经是造成了巨大的下跌 所以呢 加息有好也有坏 现在通货膨胀确实是 开始慢慢的抑制住了 但是房市和股市 已经是惨不忍睹了 所以通过红胀率呢 在这里 我觉得整体的建房的材料啊 这些吃喝拉撒 包括transportation 交通费啊 运输费啊 都已经比以前贵了很多 所以你这个房子啊 真要跌 其实跌不到特别多的 第三点就是 我觉得和17年相比的移民因素 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2020年到现在呢 其实并不存在特别多的移民 房价几乎都是由本地市场炒起来的 同时呢 大家都把海关关着 像中国啊 像这个印度啊 像这个韩国呀 包括伊朗呀 这些新移民都没有办法登陆 包括留学生没有办法进来 现在新冠已经快结束了 如果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同时登陆的话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需求量 我觉得这呢 也会是一个 对冲 就是对冲这个房地产下跌的一个 一个优势吧 一个点 特别是多伦多很具备这个条件 因为多伦多有很多新移民登陆 新移民登陆呢 他必定会这个 把这个房市再往上炒一点点 或者说往上拖一点点 毕竟有巨大的需求在嘛 这是第三点 同时是这个过去几年囤积下来的 这个新移民一下子都来了 那肯定会造成一个 需求供需的这个不平衡 嗯 这就是我要说的 现在和17年相比的这几个特点呢 这几个点 我觉得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冲这个 嗯 这个利率下降造 利率上涨 上涨造成的这个房市的下跌 呃 同时呢 我总结一下就是 8月份可能是一个基底 就是我们说的bottom 就是房价下跌的最低 同时呢 8月份的均价可能会和去年8月份持平 甚至更少一点点 好 谢谢大家